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间饭店我也是思考了许久才决定要住这一间的 因为这间其实有很多的很多很明显优点跟很明显的缺点 那我等一下会一并说这样 然后这次住住也是五天 然后我自己 overall觉得这一间是可以是常住的一个很好的选择 对我来讲它是很适合常住的 第一个是它的房间算是算是大的 然后再来其实是基础房 它的房间也是蛮大的 再来就是它的交通还算方便 然后这边用一个还表示它当然还有未经之处 就是不一定那么的好 稍微揭露一下这个 我这些入住的价格是平均一晚大概是3000多台币 那这前面有非常非常多细节 我带我未来到来 如果你在网络上看的话 这一间饭店 我们先来讲一下这间饭店名字 这座Aloft London XL 那这间的中文应该是 伦敦艾克赛尔 艾克赛尔日星的XL 那个EXCL的音译 亚勒泉酒店 所以它也是一个亚勒泉系列 亚勒泉系列在台湾有非常多间 台湾应该有三间 有北投有中山也有一个在台南的 我只能说 台湾的亚勒泉还是算不错的 就是整体比起来 它的精致度干净度等等都还不错 那地点的话可能只有 可能台南有一点点远 然后北投有一点点远 但是我觉得都还是可以接到范围之内 那这一间它的地方是在这个Excel这个地方 London Excel 那我知道你即使是常来的人 你可能也不知道Excel在哪 它其实就像是台北市之余 南港展览馆的位置 就是它其实一个 它是一个很方便的地方 我会用南港展览馆来批语 就是说 先从南港然后进台北市里面 当然其实你搭个高铁 你搭个火车 有火车吗 Shit 就是你可以搭很多交通工具 你都进得来 那也都有直接的 那它也是就是很像那种三铁共购的感觉 那这边的话有这个Elizabeth Line 跟一个叫做DLR Line 那这两个都是它们的地铁 再来它有一些简单的Bus 就是公车 那公车进程也没什么问题 老实说就是 但是我都没有搭公车 我主要是搭Elizabeth Line Elizabeth Line 我这边可以跟大家讲 它就是最近几年 新建好的一个地铁 新建好是什么意思 新干净 然后整体你会觉得说 哇哦 原来伦敦的地铁 不是像我们平常看那个Underground 那么的窄 那么的小 很像在很像自己 我都说我自己是下水道的老鼠这样子 所以我来伦敦的时候 其实我非常非常 不喜欢拿着行李搭着地铁 因为那很痛苦 那已经够小了 然后我也算是 算够高 所以我有时候会卡在那个 那个你知道那个 英国的那个Tube 那个他们叫Tube吧 就是他们的Underground 他们那个其实 车厢很小很矮这样 就有时候会觉得 哇 就是要弯个腰这样的感觉 所以很 其实是很不舒服 然后也很不干净 所以你就背着 你就拖着你的心理下 你就觉得说 也有这里真的很可怕 所以我那时候从伦敦机场 直接过来 就是Hithro Hithro机场过来的时候 其实我是直接打 这个 叫这个Uber 那你其实也可以叫Bolt 或者是叫其他 他们有很多很多叫车的 那台湾的话 主要当然就是Uber 跟什么台湾大车队等等 那在欧美啊 其实他们都 都有非常非常多的 这种叫车的App 这样 那我还是叫Uber 然后大概要花了 大概2000块台币过来 那因为这边很远 你要想想看这个 从 西斯科机场到这边 其实不是什么 其实有点像是 因为我们台北来举例 其实有点像是 你直接从新庄 然后一路搭 进行车 到南港展览馆 就是这么一个远的距离 它大概有40公里远 所以非常非常的可怕 就是 我刚刚讲那个距离 可能都还没有到40公里远 那我一直都台北去做批语 那因为我对南部 可能比较没有那么熟 那我觉得应该是可能 谈谈到高雄这种距离 反正一个很后面的距离 可能没有那么多 反正大概就是很远 这是一个很远的距离 那这个的话 如果你做Tube的话 你做这个利铁 可能也要花个一个多小时 当然 它其实这个 我刚刚一直在提 这个伊丽莎白线 就是Lots of the Line 它颜色是紫色 它其实是有 从希斯洛 直接到这个地方 就是London Excel 这个旁边的一个站 所以 你住这边有一个 最大的好处 就是你可以搭着 它们最新的地铁过来 那那个最新地铁就不像我刚刚讲的那些Tube 或什么的 它其实车厢很干净 而且车厢也偏大 你会觉得 有一秒好像觉得你在台北也接运这样 所以其实是干净 舒服的 那我觉得 如果你今天是住这边的话 你有一个很大优点 就是你可以直接搭这个 它们最好的地铁 最新的地铁过来 而且是直达 你不用转车 大家也知道在伦敦 其实 它们的地铁真的很可怕 它们地铁真的 我自己是觉得 伦敦的地铁 跟东西的地铁 都是 都是很复杂 很复杂 很复杂的 所以常常我们可能在 但它还有更难的地方 可能就是 在地铁的时候 在伦敦是没有搜寻的 所以如果你今天搭错站 你就要 找到 走到地面 然后才知道说 奇怪我现在在哪里 然后才有搜寻 那跟日本是不同等级的 因为在日本 在地铁都还是有搜寻 所以就一直看手机 一直看手机就好 但是在这边 因为地铁也是没有的 所以有时候在地铁 在转程的时候 你会觉得很困扰 但是你坐在这边 Aloft Aloft London Excel 它你基本上是 一立下百线之大 那其实基本上是 从第一站到最后一站 快要是这样子 但我觉得很方便 因为 因为我当时来的时候 我其实不知道 我是不知道说 原来这个 我就想要对伦敦地铁 就有一种 暗暗黑黑脏脏 小小 然后 就是真的很像 很像在下水管 通道的感觉 但是我后来我就 因为我还是要进城 我进城的时候 就搭着这个 一立小白线 这样子 结果发现 其实蛮干净的 所以 如果我知道 我可能就会 搭这个地铁 到这个饭店 这边 这边其实讲了很多 它关于这个 交通的部分 那另外一条 DLR线 DLR线就没有那么干净 DLR线非常的脏 我说非常脏 是 它没有那么那么小 它有点 它其实是有点像是 捷运的文弧线 但是它是一个 很晃的文弧线 你坐在上面 你会觉得说 奇怪 这个车列车 怎么一直在抖 怎么一直在摇晃 这样子 就是非常晃的一条线 但是它的 不知道为什么地板 24小时 都是很脏的 它地板 是那种 会有那个 会有泥土 会有那个 大家 就是斜印跟泥土 那我就想说 同样就是走这一条路的 14百仙都不会这样 所以我不再去 DLR线 到底怎么回事 那DLR线 因为它的这个 票务方面 是有点 诚实制度的 就是你进站 它没有一个闸门 它就是一个 感应的机器 感应的机器 所以你感应 就可以自己去搭 那我其实有看到 大概超过一半人 都是直接 没有刷进退 没有刷这个卡 就直接进去 所以我不知道 上面有收费是不是有影响到这条线的素质 但是 如果你住在DLR线 沿线 或是说你 有得选择的话 我都建议你不要打这一个 因为我真的觉得上面的人 有些素质是蛮奇怪的 然后他们 不太建议这是逃票 还是他们有些什么另外的政策 我不太确定 但DLR线 就是我打了两次之后 我就 尽可能就不要打他 我就还是打一小百线 来进出这个 从这个饭店 进到市区 其实我在拿台北的这个举例 他就从南港 进市区 我们可能要去东区 我们可能要去万华等等的 这种比较市区的位置 我们就是要打这条线 有点像是这种板南线的感觉 但是你可能还需要 你可能就需要 花多一点钱 因为在这边 其实他们是Zone 3 他们是Fair 我不知道大家清楚 就是伦敦对于地铁 它有分Fair Zone 1 Zone 2 Zone 3 如果你进出的话 它是以Zone去做寄费的 当然他们的地铁 基本上都是可以用Apple Pay Google Pay 跟你所有的信用卡 所以我也没有买什么Ovestor Card 真的是不用买那种垃圾东西 对不起 不用买那种东西 那个只会 让你在出游的时候想说 怎么又有一张卡 又有一张卡 大家都是用信用卡的好吗 对 所以如果 你今天已经就是来伦敦了 那真的 我自己是用 我自己是用信用卡用了两次 然后我后来就都用这个Apple Pay 直接绑卡 直接来进出这样子 不知道有没有大家有没有发现说 其实我们最近的饭店开箱 都非常非常的不琢磨在饭店 因为我知道前面 大概三四集饭店开箱很硬 就是很多人其实已经没有在 没有 就是听不懂了 他就是觉得说 你今天讲好多东西好难 所以我后面其实所有的饭店 我都会变成 合家适合收听的 你不一定要变成一个卡客 但是你其实是 你不一定不要玩一个饭店的汇集 那当然我是有 我会告诉你这个饭店 或者在这一间饭店有什么影响 但是我还是希望能琢磨 就是说这间饭店 你适不适合住 值不值得住 那它并不是一间很高级的饭店 我通常也在前五分钟 都会揭露这一间饭店的 这个价格 那当然我会再揭露说 我怎么订的 或者是说 我知道大家一定不会看到 我这个价格 那我是怎么处理的 那我会再告诉大家 其实主要就是说 我希望还是用 一点点的钱 或者是多一点点的钱 能够享受到更好的这种生活形态 对 因为我觉得听我们的台 其实蛮多人的生活都过得还算OK 就是可以 绝对是可以养活自己 那可能会想要 有更多的一点点享受 或者是 想要参考一下人家会怎么玩 那我觉得这一系列 就是来推荐这些饭店 让大家知道说 好 如果是小杰 他会怎么处理这个饭店 那我绝对不是最强的 像是这间饭店 也是这个算是友台的主持人推荐的 这样 那我就来住一下 所以这一集也是 也要感谢一下他 好 那我们继续一下这个饭店 其实交通这边 我讲的琢磨非常多 因为交通这个东西 对我来讲非常非常重要 我自己去旅游的时候 我非常喜欢直接住在市区 我非常喜欢住在市区 而且我是一个非常懒的转车的人 所以我希望 如果我没办法住在市中心 我没办法住在这个离 这个捷运站或地铁 在五分钟以内的话 对我要求很高 五分钟以内 我就会觉得这个地方相对不好 那这里呢 我觉得确实有一点点的不好 怎么说呢 那这边我一走出去 最近的一个站叫做 就是DLR线的站 那大家也知道 我刚刚讲DLR线 我觉得它有点脏 它有点晃 这样 但是也不得不要答这一条 因为我刚刚说Elizabeth Line 它其实是在下一站 它其实是要再走一段距离的 我举个例 从饭店这样走过到这个DLR站 最近的DLR站 大概是两分钟 真的叫两分钟 那走到最近的Elizabeth Line 我觉得比较新的这个Line的话 它大概其实要走十分钟 十分钟 所以你有两种方式 如果你说 不管Elizabeth Line比较好的话 你可以直接走过去走九分钟 或者是你可以先搭DLR DLR线 就你先搭走两分钟 到DLR线 然后搭到这一个 往西搭 然后搭一站 你就会搭到Elizabeth Line 因为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这个在伦敦就 其实有很多站 他们都是这种转程站 那你到某一站 可能就可以搭 换成其他线 所以有点像是说 我先搭DLR线 搭一站 然后再换成Elizabeth Line 这样 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 那DLR线这一条 你就搭一站就好 你就不用被晃那么久 这样 对因为有些 这有些站DLR线上 沿线上有些站真的是 它那个转弯半径很大 然后再转弯 然后再加下坡 然后再加它本身的 这个列车 我都觉得它好像 会出国的一样 所以我是觉得 如果能够少做就少做 所以我现在的处理方式就是 如果要进城 我就是出饭店 然后走个空桥 其实就会到这个DLR站 它最近的那个站 应该叫做Prince Regent 就是王子那个Prince 那Region就是 金华酒店那个Region 然后往西大一站 就会到 Shit 我忘记这个叫什么站 我查一下 反正就会到这个 它们供购的站 叫Custom House C-U-S-T-O-M 然后H-O-U-S-E 我念这个站名是 如果你今天真的想要找的话 你其实找到站名 就可以找到这个饭店 这样子 对所以就往西大一站 就会到Custom House 那Custom House 是DLR跟Elizabeth Line 的供购的站 这样 然后你就可以开始 往市区搭 那EA小白线 这一集好像在介绍 EA小白线 但是我真的觉得 这条线非常的赞 就是我后来跟 因为我其实后来 有跟这个 在伦敦的人碰面 这样 就是朋友刚好在伦敦 我就有搭这条线 我就直接跟他说 我就可以进张地图 然后你看可不可以 就找这附近的站 我就进程 我都搭这一个 因为真的是搭那个小tube 真的很累 很累 尤其如果你真的是 请你很多的人 如果你在伦敦大地铁 我真的诚心建议 你不要带太多东西 要不然真的很麻烦 伦敦虽然说 治安没有像是巴黎 或是可能一些 其他的国家 西欧国家来得那么差 但是还是有一些 还是有一些 爬手的状态 所以大家真的 要小心一点 在很挤的情况下 就是要少带一点东西 带越多 你的危险性的越高 好那这边 我这边也讲一下 这个EA的Line 进去的话 可以到什么站好了 它其实有一站 叫做Liverpool Street 就是利物浦街 这一站也是 蛮大的一个站 然后再往昔 还有Farrington 还有这个 我不太会念的这一站 我就乱念一下 Tuttenham Court Road 应该是这样念 因为他们这个名字 我觉得很难念 其实这几个站 都是非常非常大的站 那当然还有一个非常 也是一个很大的站 就是Paddington Paddington的话就是你 如果有时候 很多人从西斯多尔进城的话 他通常会搭这个 西斯多尔的快线 然后这边也随便讲一下 西斯多尔的快线 其实我觉得它非常贵 你如果与其要搭西斯多尔的快线 你真的不如直接搭Uber 或者搭Bolt直接进来 我觉得可能价格 不会差太多 我的经验是 如果你是两个人 以上前来的话 搭Uber绝对比较便宜 绝对比较便宜 都不要搭什么 那个快线 老实说快线 只到Paddington 那Paddington的话 其实我其实一个人 好像也是要 三四十欧 三四十磅吧 那其实很贵啊 所以如果你在两个人以上 我真的就在想都不用想 直接做的计程车 你会舒服许多 那大概就这样吧 我就讲这个交通就讲到这边 总之 这边就像是南港展览馆一样 那附近有一点点的 有一点点的东西 但是它都还在兴建当中 那它附近有一个机场 它叫做London City Airport 代号是LCY 这个机场 如果你要进出西欧的某些城市 像我要去巴塞隆纳 那我可以直接从这个机场进出 所以那也是我最后选择 这个饭店的原因就是 因为下一站是巴塞 那巴塞隆纳的话 刚好也有从这边直飞 当然它就是一个城市机场 所以它票价也会比较贵 那我举个例子 就是我从这边直接飞巴塞的话 其实要300磅 但是我今天直接从西斯洛 飞的话 大概是100磅左右 甚至150 所以差很多 就是城市机场 当然都还是会比较贵 不过 因为我后来用里程对话 所以我还是会走这个London City Airport 那我会把这个 剩下的这些经验 就是我怎么从London City Airport 然后到西班牙 甚至西班牙的一些旅游 我会继续放在我这个系列的后面 这样子 对 那我们现在旅 我们现在这个饭店都会尽量变成旅游的一部分 它不会一个独立系列 这样 那我还有一些这个存档 我会慢慢的把它 就是把它都发出来 好 我们的交通 就介绍了15分钟 好站 然后我们总要介绍饭店了 这个饭店其实就是雅乐旋 欧美雅乐旋其实都差不多 就非常非常简单 它也没有餐厅 它也没有 它有一个简单的bar 但是就是 你真的很无聊再去喝 然后它这一间的话 它还有pool 还有这个游泳池 然后游泳池是认真的游泳池 我看一下应该是 就正常的 就长方形的 所以不是造型游泳池 那里面也很多人在游泳 甚至还有水稻线 所以它是认诚的游泳池 它有健身房 24小时的游洗衣房 这很重要 投币吃的洗衣房 所以你可能需要一点点 这个 就是 coin这样 再来的话 还有什么呢 它还有蒸汽池 还有桑拿 所以如果你今天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去 那因为我知道这件事 其实我根本没有走过去 但是 我是在健身房的时候 然后就遇到一个外国人问我说 诶 这边哪里有那个 有没有这个 Sona跟那个 蒸汽寺 Steam Room 他应该这样说 我就说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有破 我就说 我以为这次给亚乐轩 怎么会有这么多东西 这样子 正常来讲 我们在台湾遇到亚乐轩 根本不会有这么多东西 所以我想说 你有那个破 正常的破就很夸张 结果 你竟然 有这么多东西 因为像我们在中山亚乐轩 台北中山亚乐轩 它那个破 根本就不叫破 所以我就那时候想说 奇怪 结果后来他就说 他就走过去 然后就说 真的有 他就说 有 他就说 有这个Steam Room 跟这个Sona 我说 OK That's good 我其实不太知道 为什么他要问我 然后又自问自答 说 那边有 反正就很好笑 有时候在健身房 遇到一些 还蛮有趣的人 反正 我也不知道 可能英国人都比较 我不确定他是不是英国人 反正他们其实都还算友善 虽然我们有时候会觉得 他有时候在电视上 影集上觉得他们比较高冷 但我觉得还好 其实他们算蛮友善 而且很有礼貌 就是像我有定外送 我都会一定会讲 Thank you 什么的 他们都会回 他们都一定要回一些别的 像在某些城市 好像在 我们那时候在San Francisco的时候 也是常常住亚乐轩 他们的那个外送 就是好像完全不想理你 对不对 然后在台北的话 也根本不用讲 有时候他们根本就连讲话 都不想跟你讲话 就是骑着说 我要走了 我要走了 这样子 然后就很快想要冲下一单 所以其实伦敦这个城市 还算友善这样 好 那这个就是他们公社的部分 其实公社就是 非常非常的齐全 我只能说非常的齐全 虽然说亚乐轩 它是一个 不太完整的酒店 我觉得它顶多挂个四星 其实没有餐厅 是不能挂四星的 所以它其实是一个 三星的饭店 它没有一个餐厅 那它 它有个早餐 对 所以可以挂四星 对不起 它有个早餐 但是 它的早餐 我只能说也是乏善可乘 虽然以这个 欧美的角度来讲 我觉得它早餐算是不错 它有一些 可送 有一些简单的面包 然后有一些简单的冷食 然后还有水果 它其实是有水果 但它水果不是那种分开放的 它是把很多种水果放在一起 然后变成一个 一个水果 水果碗吧 那应该算是 ball吧 就是一大碗的水果 然后里面就 可能西瓜 哈密瓜 还是香瓜 还是香瓜绿色的 然后还有什么火龙果 就把它混成一盘 那我就不太喜欢 因为 我就只是想挑 我想吃的东西 但是它就把它弄成一碗 虽然切得好好的 但是就 有一点 这什么一堆 变成水果 水果实景的感觉 这样 但是整体早餐 我觉得在欧美来讲 是不错的 是不错的 所以 大家也可以来 那 因为这个也是太近 白金以上都有送了 所以我是选早餐 这样 但是我老实说 只有第一天吃了 我之后都没有吃 一来我也是因为 我睡比较晚 我在外出旅游的时候 通常也是 睡比较晚 这样 我就不会想要 把自己就是什么9点 然后就出去要拉车 然后去哪边 我就是 基本上我都睡到9点以后 像我今天睡到了10点半 然后我现在来录音 反正 我觉得他们早餐 我觉得是可以接受 但是如果你长期是住在 亚洲的饭店 甚至台湾的饭店 甚至东南亚饭店 你会觉得这个早餐非常的糟 但是老实说 以欧洲 欧洲和美国 这个早餐真的是 你没办法再闲 你真的不能闲 真的是不能闲 这样 那这家饭店 我只能说 我在洛杉 对不起 旧金山 San Francisco 旁边有一间亚洲旋 这间亚洲旋的房型 跟那一间亚洲旋的房型 其实差不多 跟台湾的那三间 就完全都不一样 我觉得它的优点 就是它空间很大 缺点就是 它虽然有干湿分离 但是它的洗手槽在外面 那洗手槽其实蛮外面 我们今天从这个饭店 进房之后 进房进去之后 我的右手边 其实就是我的 卫浴的空间 卫浴空间包含 洗手的地方 那洗手是 就是用一个桌子 把那个洗手台 直接架在那边 那也算是一个蛮 蛮简单的设计吗 对 它没有一个特别 一个洗手 洗手的一个区块 这样子 然后再往里面走一点 我说这个刚刚 这卫浴空间 再往里面走 就是一个马桶 马桶 当然显然是不会有 免制马桶的 毕竟这是欧美 再然后呢 还有一个灵浴间 那灵浴间 他们这次用的备品 我有点忘记 但是已经不是 原本的什么Bliss 或什么的 已经有开始一点换 这样 然后我自己是觉得 那个备品 我印象中 它跟HIGHERGENC 是一样的 一个劈开头的品牌 那这个品牌 我自己是没有 特别喜欢它的香味 但是还 勉强可用 那我后面几天 还是自己 还是自己用 我自己带的 因为我五天 住这边五天 然后我就 还是自己习惯 自己带的东西 因为有时候 洗手机头 可能会比较干 或什么的 但是这边备品 我觉得是偏可用 但是可以考虑自己带 然后这是预测的部分 那我这边 房间继续走进去 刚刚是右 就是房间门 走进去右手边 这一块是预测 然后如果继续直走呢 我就不要转 不要转进 预测这一块的话 就是我们的 这个 算是睡觉的地方 那就一个 King Size床 King Size床 固然是非常舒服 但是老实说 我非常不喜欢 它的床垫 它的床垫 躺下去有一种 我好像躺在一个 古董上面的感觉 它就是 应该也不是独立桶 然后它非常非常的 平 它没有那种支撑性 你会觉得 你好像就躺在一块 有点快要软掉的 饼干上面 这样子 那可以睡 但是躺上去 你就觉得 我的背 我的腰 会有点觉得 正好有点乏了 这种感觉 就是你会觉得 有一点不太够 但是我不太觉得 亚乐轩的这个 因为亚乐轩 其实应该算是 小W 很多人会说 这个是小W 就是它的 A Love 下面都会写一个 A Concept of W 所以它其实 就是想要做一个 比较平价 比较平易近人的W 但是这个床就 真的是太平易近人了 然后 我也不知道它是什么床 我也不想看了 因为我就觉得 天哪 这个床真的蛮糟的 这样 那就如果你对床 有一些要求 例如说你想睡 很软的 或者什么的 那你可能会觉得 这个床非常非常的不舒服 这样 那你可以考虑 就是垫一个棉被在下面 或什么 其实有些方法可以解决 因为这个饭店 我只能说 它的床 因为我对床 是有一点点挑的 所以我会有点 抱怨这件事情 那绝对不是 绝对不是说 千万不要来这边 其实床这个东西 跟很多事情一样 就是非常非常看人 一定有人 非常喜欢这个床 因为我常常遇到一些朋友 或者是甚至我另一半 对于床要求非常不一样 我觉得这个床很税 很好睡 有些人觉得这个床太软 有些人觉得这个床太硬 很想说到底是怎么回事 明明就同一个床 所以这个只是给大家一点想法 那如果你今天在外地 遇到这种床的问题的话 太硬你可以垫个棉被 你再要一个垫子 或是一个棉被子垫下去 我觉得其实就可以了 对 然后有时候我们 可能很疲倦的时候 也很希望 可能被床包覆车 然后什么的 还是有一些方法可以处理 对 就是有时候饭店 不会十全十美 真的是不会十全十美 那我自己是觉得 这间饭店 我最不喜欢的地方 就是这个床 那再来的话 它办公空间 非常的非常的大 我可以放了 我的笔电 我的荧幕 我的这个录音器材 然后旁边还可以再放 一大堆充电的东西 这样 所以我自己觉得 这间房间 非常非常的适合办公 我非常非常的满意 这边的办公的功能 然后我的行李 也有办法直接打开 打开之后 还有地方可以去走动 我觉得非常非常的不错 就是空间感 其实非常的好 这样 那毕竟它的 虽然说有干湿分离 但是它的 这个卫浴 基本上还是 跟房间有直接连通 所以多少会感受到一点湿气 多少感受到一点湿气 但这个湿气也可以 稍微平衡一下 因为这个在这个房内 在这个伦敦这一间 应该在欧美大部分都是 有点类似 统一空调 所以你其实没有办法 很自由的 像你在家里一样 可以调说 我这间要几度 外面那间要几度 那它有一个空调 但是 好像也都是暖气 因为现在同时 与此同时 外面大概是四度 还是三度这样 所以都是暖气 那我就 老实说 我是不喜欢吹暖气的人 我自己很讨厌温差 所以 有时候这种情况 我宁愿 我宁愿开送风 我希望把那个 外面冷空气 送一点进来 我比较想要的是 不要那么干 然后我愿意冷 这样 但是在欧洲这边 他们还是比较习惯 就是在室内会有暖气 所以我会非常非常非常的干 我干到我去买的乳液 但是 我真的觉得 这边的干度 真的跟机舱有得比 对啊 然后我自己是随身有携带 那个 一个携带式的加湿器 这个在Momo就可以找到了 就是 那个四五百块 我就有带 然后我就一直开着 一直开着 一直开着 然后我还外面就买了乳液 但是 嗯 我老实说 有可能是因为我在房间内 就是基本上都是穿的比较少 我可能就穿个短裤跟短袖 所以我可能这个身上的 这水分不断的散失啊 所以 可能我就 后来就买了乳液 但是我还是建议 就这种天气 尤其这一周 像应该是伦敦最近最冷的一周 那大家其实都可以 准备要一些一点 简单的身体乳液 那我自己是习惯自己带 因为饭店给了身体乳液 要嘛就太香 要嘛就太油 要嘛就怎样 所以 这一代 或是说 如果你知道当地有在卖一些 便宜的身体乳液 像我这一次买 买那个CeraVe的 我平常在家里也是用这个 然后就觉得 哎 很舒服 因为我很习惯这个 这样 当然CeraVe其实在亚洲 已经就是 OK 但是在这边的话 其实还是有点不够力 那我就是 哎 擦完我就再擦一层 这样 然后就 就 就差不多 我就觉得 还OK 不会干养这样 所以这边也是推荐大家 其实有时候你东西不一定要带 然后有时候你可以现场再买 那我觉得也是一种选择啦 那讲到现场买的东西 我另外一个想买的东西就是 拖鞋 就是我忘记欧洲的饭店呢 包括英国这边 他们其实都不会给那种 一次性使用的备品 包括他们不会给那种 洗法经过 我就是一贯的 我忘记了 那还好我带 然后他们也不会给牙刷 也不会给牙膏等等 都不会给 所以大家还是要记得 他们基本上 他只会给的就是 水 然后毛巾 然后可能肥皂 就这样子 然后他们也不会 他有给乳液 他只有给乳液 但是他的这个 备品 包括的沐浴备品 洗的 洗头发的 跟洗身体的 都是定在墙上的 就像我这种 饭店小偷 不是 像我这种就是 备品 备品乞丐 就是很喜欢拿备品的人 就会在这边碰 碰壁门根 这样 记得来欧洲 还是要自备一些 那我牙刷啊什么的 因为我常备的东西 都里面都有 那就还好 这样 所以这边也是提醒一下大家 那这间房间 有个很特别是 他有一个运斗 那房间是那次有运斗 那我忘记我在 就近乡那间有没有了 但是这次运斗我有用 然后就发现 我的衣服 好像被压烂 就压得非常非常的皱 所以我有稍微烫一下 所以这边有一个运斗 我觉得也是挺加分的 然后这边 我还有用他们的 这个洗衣的服务 因为我真的来 欧洲太多天 我会来14天 所以我也不好意思 我以前都是带这个N加1 我要做14天 我就会带15天 我要做4天 我就会带5套衣服 但是因为太多 所以我没办法这样 带了一些衣服偏重 所以我就 还是有用这边的洗衣服务 那洗衣服务 我是觉得 应该是还OK 因为我看他们洗 洗出来的东西 我觉得还OK 但是你可能要 给他多一点时间 虽然他说 虽然他说什么 可能当天就可以给 但是有时候他会拖 所以可能你要打电话 去问一问 或者是在那个 Mariot的那个app里面 问一下 我的洗衣的状态怎么样 可能要稍微问一下 或者是说 这个时间 有可能你要 再给他一点充裕时间 这样 那我觉得 一般来说 当天给是没有问题 如果你在早上9点之前给他 他当天下午晚上6点 应该是可以给你 如果没有的话 像我现在这样子的话 你可以考虑问问看 这样 那我这次是完全没有用到 他们的房屋 就是我全部都挂那个D&D 我全部都挂了 请勿打扰这样子 所以我并不知道 他的清理也怎么样 但我自己 因为这边房间太乱了 而且我是把所有东西 都摊开来 包括电脑 包括可能我的单眼 所以我觉得别人进来 我会有点concern 因为东西已经堆到一个不行了 如果别人不小心摸走什么东西 那我也没有办法知道 那我也可能就很麻烦 所以我直接挂点底 那我就一直叫毛巾 我就是跟他讲说 我再三条 再三条 那我记得我有一次 我就叫了五条 我叫两条毛巾跟五罐水 我想说 这边的水竟然只给我两瓶 好那我再叫五瓶来 因为其实我平常在外面 我都是 即使我住两天 我都叫十罐 但我想说 他这次这边给玻璃瓶 想说叫五瓶就好 结果他现在来的时候 给我两瓶水跟五条毛巾 我要五瓶水跟两条毛巾这样 那不说这个毛巾 毛巾 他那个毛巾味道之臭 其实他们这个在洗的时候 在这个清洁的时候 都有用一个非常非常 非常非常强力的一个东西 去做清洗 那个味道之臭 那我就不知道他给那个毛巾 那个毛巾我是连用都没有用 后来我就直接把它铺在地板上 因为太恶心了 他给那个毛巾 他就只有这一次 给我的五条毛巾两罐水 先不说他是给错的东西 那第二件事情是 他这个毛巾 真的是不能用 那只有这一次 他给的是怪怪的 其他自我叫的毛巾 都是那种就是 也折得蛮好的 然后也没有 药水味也是很普通 不会那么浓 那多少还是会有一点 这个无所谓 但是那个真的是浓到一个不行 就是我插在身上 我想说 哇天哪 我现在很像是 刚进了这个洗衣机 还是什么东西 反正有点可怕 所以 反正因为我这一次就是毛巾 我就是直接用嚼的 水也是用嚼的 所以后来 他给两瓶之后我就觉得 好了 我觉得你应该是不想给水 所以我后来就直接外送了 就是六瓶水过来 这个人比较无聊一点 对 所以就这样 这边整体来讲 房间我觉得空间很够 然后价格 刚刚有提到 我大概一碗大概是 我自己最后付费成本 大概是3000块台币 然后房间很适合办公 床不太喜欢 但是枕头也量足够的 那是One King King Size的床 大概也不用多说 绝对是够睡 你是一个两个三个 应该都没有问题 但我只有一个人睡 所以我另外一瓶又在这一堆东西 呵呵 然后这个被瓶的部分 木鱼被瓶的部分 我觉得是普通 以雅德顺来讲 我觉得是可以的 雅德顺毕竟不是一个什么高级的 酒店品牌 不用对这个东西 要求这么这么的高 这样 然后他们的staff也非常非常的nice 就是 也还蛮愿意 就是 服务的 就我不会觉得他们很讨人厌 这样 那我还是有给小费 但是应该不 不一定是必须的 所以这也是看大家 也是看大家顺便提醒一下 如果你真的要给小费的话 我自己是把那些旧版的英镑都给掉 这样子 对 就有些是比较旧 然后就给掉 但我不确定 如果想说 我在外面的时候 我可能 我在外面玩的时候 我想说给英镑 旧版的英镑好像不太好 就想说那小费 你就自己去处理吧 因为 这个对我来讲 我没有时间在去那边邮局 或什么 Bank of England去换 所以我想说他就给掉 这也是 可能一点点不太好的方式 不过也是给大家一点 一点小资讯吗 然后 这间饭店 overall 我觉得还不错 真的是还不错 那也可以理解说 为什么 有台的主持人 为什么会推荐 因为 这一间 确实什么东西都有 你要洗衣服 虽然我这次用的是 他们的laundry服务 但是 如果看到他楼下 根本就洗衣机 我根本就不会在那边 我就一定是下去洗 因为那个价格会差非常非常多 因为在 房间内 你直接送洗衣服 可能一件是 T恤一件就是5磅 那如果你今天是长库的话 可能是10磅还是15磅 忘记了 所以是一个非常非常荒 荒谬的价格 然后尤其我洗的衣服 可能都是什么 Uni Koolo 什么的 我下就想说 我直接出门买一件 不是不就快了吗 所以 对就是 这个大家就是 我觉得 这个有投币也是 绝对是 绝对是加分的 好 那 再总 我们来总结一下 这间饭店 因为写的差不多 其实我们发现 我的缺点讲的 还蛮明确的 就是它的位置 可能有些人觉得 它不在downtown 你就觉得不行 但是你换来 就是一个比较便宜的房价 那再来是 这个 它的床 我没有很喜欢 但是除此之外 其他的东西 我都觉得是很不错的 包括它的 你进程 其实搭这个线 也都蛮快的 因为伊丽莎白 这个线其实挺快的 大概半小时 就可以到 到这个市区当中 这样 然后价格 我觉得很OK staff我觉得非常友善 然后入住手续 也是挺快的 就是 它不会脱泥带水 然后 对 我记得 那个入住的时候 那个女生 就是 它的那个前台 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女生 然后 她就穿了一件衬衫 它其实有点像OL装 你知道吗 就是 有时候雅乐轩 其实大部分都穿得 比较随性一点 但是她这边穿了一个很 她穿了一个OL的正装 然后就 不得不注意到 因为想说 我在雅乐轩 其实就是 随便入住这样 结果 我就看到 然后我就发现 他胸部有够大 就是 它是一个 就是 它是一个标准的 白人女生的脸 然后就是 她鼻子有够挺 眼睛有够深邃 这样子 然后就觉得 这么漂亮个人 怎么会出现 她的雅乐轩 对雅乐轩这个品牌 没什么 就是没什么期待 就会想说 这个人 他的外形 非常非常的 非常非常的好 这样 然后就是 对 他的胸部真的是有够 可能没有到非常大 但是你就是觉得 好挺 然后因为他有穿 偶尔有装 就觉得 就是他的那个 他那个 对 我知道 我不知道这一台 我知道这一台 可能有一些 不同兴趣向的人观看 但是我还是会注意到 你就知道 他这个还 还还还蛮厉害的 这样 然后我就有注意到 他前台 我每次下去 我就会看说 这些前台 他在不在 好 除了他以外 都是一些 可能可能肤色是黑色的人 或什么的 对啊 不过因为毕竟 伦伦本来也就是 非常非常多 非常非常多 这个族裔的人来 所以你在路上 看到雅乐 也看到这个 可能是印度啊 或什么的 也都非常非常正常 这样 所以那时候 我进了雅乐 那时候就想说 呦 怎么竟然有一个 这么美 这么漂亮的白身女性 而且我会注意到 这个一定是 美若天仙啊 好不好 这个真的是 好像有点吓到 这样子 然后就穿那个 那个衬衫 好 好 没事 好 就这个 可能我觉得他们 staff都非常友善 有些 有一位女生 长相也更友善 这样子 然后早餐就 非常普通 然后剩下的一些 机能啊 就在访 在这个公社 我都觉得也非常的不错 然后健身房也堪用 也是堪用 24小时就非常非常的 非常非常的友善 所以 我觉得这间商务性质 非常非常的足够 就是你在这间 你可以做到很多很多的事情 如果你只是 办公 转机 或者是你常住 我觉得这边都是个 不错的选择 那如果你是那个市区宅 如果你就是 可能第一次来 这附近 你应该第一次来伦敦的话 我可能会建议你 还是住市区 但是如果你是 可能已经来一段时间 或者是你已经 就决定要压低预算的话 然后压低每一晚的预算的话 这边是一个不错的一个选择 这样 好 那我这边推荐就到这边结束 然后我最后再 稍微揭露一下价格 我这次入住的五个晚上 花的是531英镑 那有人说531英镑 大概折合台币 大概会是17,18,000左右 我这边是估算 出算而已 那因为我这边有用 这个万豪的gift card 去做结账 那万豪的gift card 这边大概啊 我当时入手价格 大概是8折 8折到85折之间 所以大概我每一晚 我大概折合台币啊 我这五晚大概花了 1万5台币 所以我每一晚折下去 大概是3000台币左右 那正常如果你来入住 你直接预定的话 他你大概会定到 一个100磅的价格 也就是大概3700左右的价格 那那是正常的价格 那如果你想要预定的话 我建议你可以试试看PRG 或者是你可以 就是他们有一个stay longer 就是有个常住的方案 你如果待三天 四天或七天的话 他都有这个 蛮划算的方案 大概是85折 所以如果你今天 只是在这边住一天 我不推荐 因为今天住一天 大概我进行当中 大概是130磅 130磅 那我这边是因为 我常住五天 所以有这个常住的rate 就是先85折 所以大概是 平均一晚是100磅 然后再用gift card去结账 所以大概再打了8折 所以我是8折 再8折 我才能拿到这个价格 我才能拿到就是 我今天一晚3000块 住这个地方 但是可能正常 没有这个 可能不会有 平常之前可能没有 收这个忘好的gift card 所以或许你对这个价格方面 可能没有办法摇到这么低 所以你这时候 你可以考虑一下 其他饭店 这样子就是 大家去做一些性价比 因为我们有玩饭店的人 可能可以在户 都可能跟大家不一样 因为我们可能 也需要一些防碗 或什么的 如果你对于这个饭店 没有 你对于这个系列 像这个万豪集团的雅乐轩 可能对这个饭店的集团 并没有特别的忠诚 或是并没有 特别要挤他们的防碗的话 其实有很多很多选择 不一定要被这个饭店集团 给绑着 因为这个是好 这个有好也有坏 对 所以倒是无需 就是一定要选择这些系列 那如果我这一集 如果有帮到一些 可能有在累积防碗 或是有在考虑 万豪在伦敦 有什么住坐地的人的话 那有帮助 我觉得也是一件 挺好的事情 好 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 搞一个段落 我每周都会更新 两到三集的内容 喜欢的话 记得帮我分享出去 并在各大平台 帮我五星评价留言 如果喜欢的话 也可以继续支持我们这个 没有业配的饭店开箱的内容 然后还有一些旅游的即时内容 那我是小杰 我们就下集再见咯 拜拜 好啦 这间饭店我真的是 个人私心是觉得 可以住 可以住 那如果你是两个人的话 那其实真的会蛮省的 如果你想想那个三千多块 加给你住一二 其实蛮好的 我所有饭店价格都是 都是一人扛 两个人房间的价格 所以 我觉得蛮划算的 那早餐也算是可以 就是 就是以欧洲真的是 还行 大家可以来住一下 然后 还有什么 我其实未来有一些目标 我想去住那个 Liverpool的Anders 那间我最近看了很久 但是 这一趟旅行两周 我真的要把预算压 非常的低才行 所以我就 初始下下下下下 下车住比较外面 这样 对啊 那也希望大家可以支持我们 我们要特别感谢 我要忘记特别感谢一位 就是 我们的 C信 C信 C信听众 其实也是我们时光台观众 他有donate我们 然后有订阅我们的 方案这样子 我们今天有一个69元的方案 大家就 加减支持 加减支持 因为 就这个有时候还是挺累的 如果你不管你是单次donate 然后最近有那个 一信 一信观众 然后有donate的我们120块 我觉得挺感动的 价格 钱其实不是重点 那你要donate多少 量力而为 但是 真的还蛮需要大家支持的 因为 我们这种内容 有时候 其实很多很多的 Podcast都很想 都是很想 大家都很有想法 但是 最后能不能长久 除了我们的 耐心 跟这个毅力以外 其实很大一部分 要有一点点资源 才能够长久 这样 我之前 其实有点想说 要开一个方案 是说 你可以donate donate一定的金额 你可以指定 我去住哪一间饭店 但我发现 太危险 如果你今天 要指定我去住 一个3万块饭店 结果 你可能只懂 那个100块 那一点危险 不过 没有关系 我就再看看 因为我其实 现在这个银量 也没有那么的多 所以我们就 再 就是 边走边看 这样 那也感谢 大家的donate 就是还有订阅 真的 我们终于 做了106 和107集 总算有了 第一个 这个订阅 然后还有几个 针对解释聊 donate 感谢大家了 拜拜